我們後面所有媒體先進 還有我們的同仁陳議員 我們今天下午的質詢 就先從陳本天議員開始 時間15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吳議員 我們副市長以及各局處所長 各位媒體記者小姐先生 大家午安 不錯齁 剛剛有看到我們幾位議員的執行 我先請教我們新聞局局長 你剛才要保持這種笑容 因為我剛剛看你 被我們的同仁 這樣執行的臉色完全改變 你可能自己不曉得 但是你應該等一下去要個錄影再看一下 剛剛我一直要求蔡局長會坐著 讓你們兩個比較一下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周局長我跟你講一下齁 因為私底下我曾經跟我們後面的媒體記者小姐先生齁 不一定是這裡的 有時候是遭雙枯的 跟他們聊天過 他們有一個感覺 以前你讀到他們都大哥大 大姐大 但是現在好像都沒有了 有啦 你有沒有聽到這種風聲 我沒有啦 其實都有啦 還是都很尊重大家 都有齁 我希望是都有啦 因為 既然有人這樣講的話 代表就是說 不再齊悲 這個腦袋可能就會變啦 啊 畢竟 你應該是在在座大家 包括你們心裡頭 我看可能是最年輕的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 身在功名好修行啦 絕對可以學習到很多 好 因此 我在這邊也不是說 把你止血 但是我是希望就是說 這方面的態度 因為既然有人跟他講 就代表可能會有這種情血 或是說你沒有注意到 好 我會更注意啦 謝謝議員 好OK請坐 再來 我們的教育局局長齁 來 請 我講一下齁 像剛剛 這個周局長 我剛剛在執行的 剛剛在看的時候呢 你回去你會比較 你和那個教育局長 這個態度啦 什麼齁 民心啦 稍微學習一下 好 我看你 你剛才在執行的時候 真的 表現不錯啦 不過我也是要說一下 因為你剛接任不久 但是呢 以你的觀點 對我們台灣的教育 包括現在十二年國教 以及小朋友 他們現在的受的教育 我先問你 你大概說一下 這段時間 你的感覺 我是覺得 現在的情情 沒有貼近 現場的 需求啦 沒有了解 孩子們 還有基層老師們 真正的需要 我是覺得 有一個落差啦 好 講得非常好 最大的一個重點啦 對對對 所以 你剛才說過 所以你現在是 我們六都裡面的一位 局長 這個職位算很重 但是呢 你不知道覺得這樣嗎 我們現在的這個童年呢 完全都變掉了 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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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時候 你當這個小學生的時候 阿東姐你受到什麼 那時候是 還是比較困苦的年代 沒有錯 放個家 大家很高興 沒有吧 那時候有放假的嗎 沒有啦 那時候我還記得 阿東姐沒有放假 阿東姐是放假 有時候有啦 但是 那時候的政府 你哪一關呢 那時候你哪一關呢 我台南人 台南 那時候你們的現場 都沒有送東西嗎 沒有耶 我沒有 我這樣比台中間還要拍名 沒有啦 因為 我現在跟你說一下 我在 小學的時候 我們都會期待 阿東姐的到來 不管是放假 但最沒有啦 你剛剛講過 那時候是很困苦的時代 所以呢 我們現在都會 噴一塊糕啊 糕餅 以現在來說 我看小朋友他絕對不吃 但是在那個年代的話 小朋友一定 非常的高興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 零食 那今年呢 我們所知道 應該居長你也知道 一樣都沒有嘛 都沒有送什麼 對不對 另類的禮物啦 比較屬於 一個 放假 價值跟觀念的成長 還有藝術的欣賞跟涵揚 是有的啦 其實也是有啦 我是說 全台中市 普遍性的啦 阿 我們是 專家 這個方面是 沒有法 沒有不對 阿 學校就有個別的 一個差異啦 這我就不可以說 完整大家報告 所以 對啊 那你 以你現在的觀點來看 你認為 我們這些小朋友 到底要不要送他一個禮物 代表說 我們尊重 你的兒童節 你的感覺呢 陳議員 我們都是希望孩子 一輩子都平安 順利成長 順利成長 對對對 但是 這個人 心裡對 他的人格 價值觀都很好 你做國和國力都會成功 這是我們期待 因為我們的孩子 特點 特性都不一樣 你現在說 因為你是特長 所以你當然希望我們的孩子這樣沒不對 但是 他現在的家長 還是說 我拜問過幾位老師 他們在講說 學生有一點失望 東西沒有 作業照誰 假日 沒有 假日還是要上課啊 是不是這樣 今年是這樣嘛 對不對 所以 既然 居長 你現在已經是我們台中市 一個教育界的大家長 我也希望你能拿出一個 套 包括 學生 陳議員 你剛才這樣說 你也是希望就是說 現在的環境跟以前不一樣嘛 對不對 你也希望就是說 學生家長的 他們希望的 和我們教育界的 要求的 都有落差嘛 陳議員以前我沒跟你講過 以前的社會的話 六個月 北部就是去城 去產的作業 所以 孩子跟著早起送到學校 但目前呢 工業社會 孩子呢 他還是一樣要早起 結果啦 家長把他送去 學校 一樣七點以前告一 有必要那麼早嗎 你的感覺呢 因為 家長是八點上班嘛 甚至八點半九點 好我們以八點來說 那小朋友需要那麼早起來嗎 你的感覺呢 是啦 這就是我們走 歐美國家 這幾十年來 教育的一個 一個很大落差 他們是九點上科 上科啦 其實我們現在有延後 有去考察過嗎 七點四十進進到 應該是都可以接受 但是 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形 當然 都可以接受啦 如果這點 我覺得 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說七點四十到 我再感覺 我自己也要注意到啦 大部分都是七點半以前 全部就位了 七點半以後 還在外面走的 學生啊 零 所以 你有沒有這個破例 包括副市長 你可以了解一下 有沒有這個破例 將來就是說 讓 學生的家長 帶小朋友去上課以後 順便 去上班 他不用跑兩趟 讓小朋友能多睡個十分鐘 二十分鐘 有沒有這種可能 他你的感覺有辦法來做嗎 你是說 小朋友先 放大學 我不是說放大學 我意思是說 不要帶去學學 因為 他現在都 現在就是 我們 只有所有的 只有所有的家長 都到七點半以前 都要帶去學學 小朋友來 心不甘情不願 好啦 好啦 這樣子 所以 輕鬆 就要去學上課 其實 七點 好好沒有這個要求 放 放少數的家長 他說 他上班 為了方便 這也是難免啦 他就先 放大學好 他趕去看上班 不然 並沒有 要求 說 一點這麼早就 來到學校 這樣 也沒有啦 不是沒有這樣 但是我一直覺得 這個是全國性的 要能夠 大家共同來 好好的思考 我們的 學習的時間 學習的結束 其實 對 對 我很尊重你 而且我真的抱著一個期待的心 我自己的小孩現在沒有在讀小學 讀大學 那 我是覺得說 有沒有可能我們自己台中市率先來辦 你也可以在歷史上留名 就是說 因為 以前現在最過的時間 全部以前的融業社會到現在 一直延續到現在 對吧 現在最過的時間 當然我現在不是要求你一定要做 但是我現在在跟你探討說 有沒有可能 將來的話 那我們就 讓學生不要那麼早 家長呢 載小孩最過實在 你的 陳妍 不是為了什麼留不留名 我很坦率的跟您報告 你一定 或許不相信 但是 你的想法是跟我是一致的 我不是在意識堂才這樣講 我一直都有個希望 有個夢想 我們課程要這樣定嗎 我們的教學的進度要這樣做嗎 正確 對對對 上學放學時間要這樣來 實在 違反了孩子成長過程當中 最基本的 我剛剛說嘛 全部都八個了 你看 後來的國家 我們說八個 八點 小孩趕去 臉村上睡 也趕快去睡 才是九點去上課 每天天 每天 有一些他們所謂的社團課 讓人去八點 三點 就都下課 都上課 都上課 要不要走安親班 要不要走保持班 但是 現在 現在 原木下課全部往安親班跑 我曾經在 在一個保持班前面注意到 到幾點時間 你可能想不到 晚上十一點 下課 我本來 我很想 一個衝動就是 我要去錄影 來給我們教育局看 是 這真的 才是都變掉 所以這方面 我們希望 這也是我的夢 你看 歐洲很多國家 上課結束 跟天數 比我們少很多 但他們GDP值 跟國際的競爭力 不見得 輸給我們台灣 所以 所以 從課程 跟教學的 教育的進度 還有家長觀念 整個社會 謝謝 感謝你 我希望你把你的理念拿出來 讓我們台中市的學生 能受到福祉 謝謝 謝謝你請坐 來 文老局長 我請教一下 你應該知道 我們厚里最出名的 薩斯庸產業 我聽說他們也去拜訪過 局長 我也有要求說 要重視 這一塊產業 局長 以前 歐洲公做市長的時候 他在厚里辦過 破金氏紀錄的 薩斯庸的大演奏 造成說 厚里的薩斯庸 現在 很多人在學習 甚至於購買 現在 林家董當市長 當然 他剛才 求人 局長 有沒有辦法 就是說 也想出一個 idea 或是說 用各種手段 來讓 厚里的薩斯庸 甚至於 我們各種 樂趣文化 能繼續來延續下去 局長 你講一下 好 謝謝主席 這個 跟單元 報告 其實我們 這個 地方的三頁 尤其是 樂趣 跟 音樂文化相關的 我們當然要非常 非常 中視 以前已經有 規模了 所以我相信 我們可以繼續 來家鄉 來辦 家鄉 文化創業的部分 你剛才講到 阿強來辦 你有一個構想 或是 idea 我要怎麼 給他 比以前的 市政府 做得更好 以前 我們這個 樂趣節 樂趣節 都是在後裏辦 我們 今年 以前 我們去年 就已經變好了 所以我們希望 繼續來主辦 計劃 是不是 我就在這個 基礎集合 再來辦更好的 當然我覺得 在我們的活動中間 是把我們 樂趣的 青雄 這個三頁 帶進來 跟我們 來參與 民眾 或是市民 來接受 我覺得 對我們 這個樂趣 這個行業的推電 有 民革的幫助 謝謝 教長 阿里薩斯翁 現在是全世界有名 我真的很感謝 胡志蔣市長在任內 大力的推動 我們也希望 文化局這邊 你們現在剛上任 想一套方法 能讓 我們後裏的鄉親 感到 你們做起來 不會輸 胡志蔣市長 他順次來做 因為 你常說 我們 文化局這邊 常常辦活動 包括 爵士文化音樂節 這些 等等 富士長 很多活動 我希望 我們想說 盡量能遵守 後裏的薩斯翁 那怎麼做呢 我們後裏的薩斯翁 現在有好多個團體 他們的表演 都一流 他們都很厲害 包括 我剛剛在講的 有一個 我們HQ 學會首屬的 重做 重做 薩斯翁樂團 這是厲害 府市長 你有機會 上一座 市政府 他們常常請他們 來表演 我們市政府的活動 都請他們來表演 然後我也希望我們 市政府這邊 也多多邀請他們來表演 讓大家看得到 哎呦 薩斯翁 好像每一個都會催 也沒有那麼困難 所以 機會 拜託 包括文化局 我們新聞局這邊 你們辦什麼活動的話 介紹在地的產業 讓在地的產業發展 而且 薩斯翁這個文化 真的是世界有名的 盡量推銷出去 好不好 沒問題 這夫妻 我們台中 在地的表演團隊 他們都會包括 我們在有 特色的薩斯翁 這是我們一定會 繼續堅持 繼續做的 對啊 所以這一點 我希望我們文化局 這邊繼續努力 讓後裏的薩斯翁 產業繼續發展 光大 因為現在幾乎十支 裡面有七支的 勞力做的 那道路他們也正在 集體直追 但是我們的品質還不漂亮 還不漂亮的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我們市政府能重視這一塊 副市長 你會問嗎 副市長你會問嗎 副市長你會問嗎 沒問題 副市長你問還沒問題 沒問題 有機會你們到後裏走一走 好 我按拜給你們記名字 這樣 好不好 讓這些葉子跟你們 一下 座談一下 了解 好 謝謝 好謝謝陳本天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是江兆國議員 現在請開始 主席各位同仁 各位官員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好 我想請問 麻煩請文化局 局長 在前幾天 市長跟科博館 館長 合開了一個記者會 讓我們公佈了 所謂的安和遺址 那這個椅子從99年被發現 有不當開挖情形 然後到現在 終於完成了相關的挖掘工作 而且當天應該是一個初步的成果展示 是不是這樣子 好 謝謝主席 跟江議員報告 確實是 那一天呢 由市長跟我們科博館的 這個館長一起來 孫館長一起來公佈 這次初步我們 在安和遺址所發現的 這個四八劇人骨 跟四千多劍 這文物的展示 那這批文物的價值 跟意義 局長你是不是可以 他大概見證了 我們台灣 這個早期 最早的人類活動的遺跡 尤其是在中部 更是難能可貴 因為他的年代 從 人骨是4800年到4000年 那文物呢 已經上 這個上推到五千多年 那 接下來我想請教處長 那個 處長 那這個遺址它 總共前後的開挖跟出土的情況 你可不可以大概跟我說明一下 謝謝議員的 關心了 這個安和遺址 其實目前我們只是針對有一個建地 331建號 那因為他建商他要申請建築開發 那我們依據文子法要求他必須先做視覺 那視覺的時候我們挖了三個坑 我們就發現一具人骨跟一些 陶片 然後後來我們就進一步要求他 進行搶救發掘 那搶救發掘出來才知道 這一塊 遺址其實是蠻豐富的那樣相當多 包含48G的人骨跟相當多的陶片 甚至玉器石器等等 謝謝處長 這就是我現在想要請教你的 根據我手邊的資料 從頭到尾送來文資處 經過文資審議委員會合定的 只有所謂的視覺申請 他的視覺的時間 是從102年11月到103年的2月 你剛剛所說的後續的大規模開挖 是根本沒有申請的對不對 跟議員報告 其實他不是沒有申請 他視覺之後 有沒有申請 有沒有經過文資委員會通過 他有提出申請 有沒有經過委員會通過 我們一般都是用追認 請問有沒有經過委員會通過 我們時候有追認 什麼時候追認 今年5月7號 今年5月7號 已經挖了一整年 你今年5月7號 部長你違法 我們都依照文資法 你違法 我們都依照文資法 所以一年後追認 我們在 所以一年後追認 我再請教 視覺計畫 他的成果報告出來了沒有 視覺 跟議員報告 視覺 那個時候 視覺報告出來之後 我們 出來了沒有 出來了 出來了報告 為什麼沒有公開 為什麼沒有提會 為什麼沒有公開 按法 你需不需要提會 需不需要公開 按照文資法規定 視覺完一連 提報告給我們 然後三連公開 這也是議會殿堂 你發言要謹慎 對 我按照文資法來回覆 你按照的不是文資法 你依止挖掘資格審查條件辦法 第七條 第八條 挖掘完一年內 三年內要提報告 是三年內 他在視覺過程 建商是不能動工 報告出來才可以動工 沒有人會給你拖到三年 根據他的視覺申請書 他說他視覺三個月 然後三個月就要提報告 為什麼 人家趕快提報告才可以趕快動工 誰會給你拖到三年 而且只要他一提報告 你就要公開 裡面沒有跟你說三年內 你才公開 你從頭到尾在說謊 報告言我沒有說謊 署長 我提醒你要謹慎 對的事就是不對的事 視覺報告沒有提會 沒有公開 你怎麼去判斷要大規模開挖 你視覺報告 只允許了三個碳坑 各兩米平方 結果你後來從三個坑 改成六個坑 到最後挖了三百四十五個坑 通通沒有經過文職審議委員會 你就這樣大規模的開挖 所有的文物全都移走到科博館去放著 然後附土 方便開發商繼續開發 結果真的今年三月 發現開發商真的開始挖了 做了地下室擋土牆的工程 你在擠什麼 你在土地誰 為什麼整個的過程 通通沒有經過提會 我們有要求委員去看過 所以是以委員的錯是不是 我們不用提會 你去年開了兩次會議 第一次根本沒有安和移植 第二次 你追認他的開挖 他的視覺開挖 不是搶救喔 都這樣不能這樣做事 你這叫非法開挖 然後把移植移走 那個安和阿嬤不是應該出現在科博館 他是應該在這個符合段331號工地去 讓市長到那裡開記者會才是 你根本這是文資界的大譜事件 安和阿嬤我想到的是大譜阿嬤 你是劉振宏嗎 處長你要不要自行處分 我想我們都按照法律規定來處理 你要不要自行處分 我們依法處理 我再請到處長 剛剛這些違法的行為 去年一整年這些違法開挖 你有沒有向當時的葉局長報告 有 有沒有向胡市長報告 我沒有辦法約全 我有跟局長報告 局長有沒有跟市長報告 這個我 有沒有向市長報告 這個我不清楚 一群劉振宏們阿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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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求相關人等送正風調查 請問局長 可不可以相關的人等送正風調查 我們來跟議員幫我們了解一下 如果有剛剛議員所說的如果有違法我們當然送正風 局長 你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文化工作者 我剛剛也很清楚的指出我們違法的地方 我現在在告訴你為什麼我這麼生氣 我現在在告訴你為什麼我這麼生氣 這一連串的違法開挖 搬移古物 回損古蹟 附土又便利 開發商重新開發 這些所有的作為 會讓我這麼生氣 是因為新市府上任以後 你文字書你繼續演戲啊 你先叫柯博館去送了一個搶救挖掘申請書 都挖光光了都搬走了 你還搶救挖掘個什麼 然後帶著局長去現刊 局長你都不會覺得奇怪嗎 他1月多提搶救挖掘的申請 結果你2 3月去現刊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搶救挖掘結束的會刊報告 那個申請就要不提會審核了 他就跟你做一個挖掘結束的簡報 你都不會覺得奇怪嗎 你騙去做傻人你都不發覺就對了 最可惡的 還騙我們市長去柯博館演一場大戲 把你這一年來非法挖掘的成果 叫市長去公布 讓他為你背書 你在海市長耶 你怎麼知道你是在海市長 然後什麼是遺址 你把他移去那邊 就是為了要異地去保留 那天市長的記者會 從頭到尾都只講他的文物 講人骨受骨 講他的石器玉器陶片 你有沒有講到現象遺留的部分 有沒有講到那些柱洞 堆石結構 石裂結構 還有他的墓葬 那個是要到現地去看 那個可以了解當初 當時人們的生活型態 他的社會聚落 他們的一些日常的情形 都要到現地才能了解 這些遺留現象 你完全沒跟市長報告 記者會完全不提 為了是什麼 為了就是你那塊地你不要了 我還聽媒體朋友說 你甚至要安排市長當場宣布 這些文物我要異地保存 要折地保存 有沒有這件事情 處長你有沒有建議市長要這樣說 我提醒你謹慎不要說謊 你有沒有打算請市長這樣子的宣布 我報告沒有 這位留紀錄的喔 然後你5月7號的文資審議委員會 你的決議 我們安和到底要不要指定為市地遺址 跟議員報告 因為目前還對於搜尋的權益補償 我告訴你 你決定不要 結果讓市長去那裡講說 這個要變國定遺址 連市地遺址你們都不敢做了 結果叫市長去講說 我要把它指定為國定遺址 那匡市長耶 其實上南下你隻手遮天耶 結果國定遺址 因為你們的非法開話已經有毀損 遺址價值毀損了以後 它會被降級 你國定遺址可能申請不到 你回頭市地遺址你委員會再把它拒絕 不只地市地遺址 結果兩頭都落空 回到頭來地又還給建商 處長可惡啊 我本來很尊敬你 我也跟你討論過相當多的 這些文資保存的事情 但是你今天失去了對你的信任 市長說啊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 但是我們的文資處在出賣靈魂 報告沒有 市長 我這樣說你清楚了嗎 你敢清楚啊 議員我們會來查清楚好不好 局道市長 整個被蒙在鼓裡 你們被叫去背書啊 你這如果還沒處理你什麼要處理 兩位請坐 新聞局長 不好意思啊 太生氣了 忘記要問你什麼 議員好 你今年度 跨年晚會 招標案已經上網了對不對 對剛上網 多少錢 一千兩百萬 我希望新市府要新思維 我們在2012年跨年的時候 我們的預算金額是四百八十萬 那到今年變一千兩百萬 成長了兩百五十 百分之兩百五十 我們撇開說台中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苗栗啊 但是這樣的支出跟花費值不值得 我希望新聞局你要去思考 因為所謂的綠色跨年 所謂的減碳 減垃圾減噪音 減少交通成本 減少各項的社會成本 這樣的觀念已經一直在鼓吹 我們從當年四百八十 後來變成隔年七百萬 再來的兩年也是七百 但都追加五百 結果今年直接變成一千二 會不會再追加 包議員不會追加 那前兩年 是因為有兩個場館 兩個場地 所以才做到一千兩百萬 請問今年是不是也 現在的規劃是兩個場地 目前規劃中 對兩個場地都規劃中 不一定跟之前一樣 包議員全部都在評估中 還不確定在囤區 但有可能 好 我們會辦得有效益 謝謝議員 好 謝謝江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張立傑議員 質詢 大會主席 副司長 各位列席官員 業務質詢的時間 只有十五分鐘 實際上很難跟各位列席的各局處 每一單位都深入探討 不過 教育文化跟新聞只有三個局 我想今天沒有辦法探討大了 我們會下一次再找時間 想教育局長 我從這幾天來看 你還很熱門對不對 你上鏡頭幾乎很多 我還是從教育這部分 先來跟局長做個探討 請教局長 你能不能告訴本席 你在教育界這段服務的歷程 很簡單的回答本席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張宜言 也算是教育界我的前輩 張宜言是說要比較我過去跟現在 這個兩個 你在教育界帶了時間 教育經歷 我的本職 基本上過去 大概將近二十年都在大學 擔任教職 擔任老師的工作 所以有我自己的理想 也有自己的理念 因緣際會 我才進入教育行政界 戒掉到教育行政裡頭 我發覺 確實我在大學的學術殿堂裡面 不管跟什麼樣的學生探討 這個先不要談 確實有落差 落差 先不談這個 那你來台中市擔任教育局長之前在哪裡擔任 我在從屏東教育大學 借料到屏東縣政府擔任教育處處 有多久時間 八年 八年 還不算短 那麼本期想要請你說一下 你從屏東到台中市來 同樣擔任教育局長這個工作 你現在已經到這邊有五個多月了對不對 快五個月 你能說一說 有什麼樣的不同 這個 果然是教育界的前輩 確實是 不要講前輩 第一個就是 我覺得 這邊的 講比較優勢的就是 這邊教育經位會稍微寬一點 第二個就是 這邊的私立學校比較多 不要講優勢 你發現到 你來五個月的時間裡面 你發現到 台中市的教育狀況 跟屏東有什麼最大的不同 OK好 第一個就是 我覺得 相同我或許不用講 教育經費 確實比較寬裕 這不一定是優勢 但是事實上有落差 第二個就是 他的私立學校 蠻多的 從小學一直到 高中標準 那你請坐 第三個 國際化程度 比較有很好的基礎環境 簡單一句話嘛 呈箱差距很大嘛 你請坐 請坐 在 本期決定要跟你探討之前 因為你剛來五個月 教育這個工作 在五個多月裡面 要叫你有所表現 我認為 還是很困難 我要求會不合理 但是 如果來五個多月 你還不能發現到 你在台中市 跟屏東縣 有最大不同點在哪裡 然後台中市 目前你在進來之後 你擔任教育行政主管 你要怎麼樣引導 整個台中市的 教育工作 你有沒有看法 你說一下 簡單一點 不要佔太多的時間 好 我想 確實城鄉差距存在 所以第一個 對於原縣的 這種城鄉差距情形 包括對環境設備 老師跟學生 落實的孩子 這個是我的首要任務 如何來擬平 透過公部門 跟國家的資源 以及納稅人 提供給我們的經費 這是我首要之務 第二個就是說 要把孩子 當成各式各樣的人才來培育 我講的各式各樣就是說 因為孩子有不同的思想 所以我第二個 第二個要做就是把老師 我打斷你的話 這些我不想聽 我想聽一聽 最大不同點在哪裡 你如果 不曉得我問什麼 乾脆我直接問你 平方縣有多少 國中小學 包括高中 還有私立學校有多少 總共有 206再加20所 國立高中高跟私立的學校 那不管你平方縣教育局管 總共226 台中市呢 台中市是324 307所再加17所 這個 私立學校 私立 如果人家私立就不止了 這樣350 我想 這個問題呢 在於說 你教育局 除了外面的學校 以外 你教育局本身的單位當中 是不是也比你在平方縣多 是 沒錯 那你現在能夠掌握住 你的每一個 你底下的每一科 一共有幾個科 幾個科室 七個科 六個四 對 你都能掌控住嗎 你能掌握嗎 不要說掌控不好聽 你對每一科的A5都會了解嗎 大體上應該是沒有問題 你的主管都勝任嗎 嗯 我們都還在 已經有調整過一次了對不對 有調整過一次 最近 不管你調整不調整的 你應該都有所考核 那你現在你給他 你的主管 最近就工作表現 就你對了解 你給他們的平溫多少 這個 不要客氣講 沒關係 這不是考機會 大概 八十分還要再 局長這樣你也沒什麼追準 你現在的表演 要給他打八十分 那你局長分數 我看你這個局長分數也會不及格 你很多科的計畫 很多科在做的事情 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是他們沒有跟你報告 還是你的幕僚群不夠 還是基本看不起你這個局長 是不會啦 現在我們有一點在磨合 今天的時間 你磨合 我告訴你 四年的時間 今天你已經磨合 將近半年了 還要再磨合 教育是不能等的 我告訴你 今天你 來接任這個教育局 你還不能發現 目前台中市 在教育行政上 迫切需要去做的改革 迫切需要做哪一個方向的修正 我相信你講不出來 你講不出來 因為你的科室主管 給你的訊息 你了解的 我跟你講 脫節 你不能掌控 所以在這裡呢 我要提醒你教育局的這些主管 其實最近 我一直在注意 你們教育局裡面的各科室的聯繫 業務也好 你的局長 副局長 主任秘書 了解到什麼程度 真的 我心裡非常清楚 局長你不清楚 我可以好好找時間跟你探討 那麼 我在第二 我在跟你談的 公立學校 和私立學校之間 都會有造成很大的差異 公立學校有沒有有明星學校 我們不要指國立的 只指我們台中市政府市立的 有沒有有明星學校 我想這是歷史的殘忍 難免有啦 都有啦 有啦齁 為什麼造成的 那如果造成的 這個很多條件的匯聚而成啦 那你想不想把同樣一個教育體系 同樣一個經費的標準之下 同樣的受教權力 造成明星學校的原因是在哪裡 你有沒有去了解 有些是歷史的因素 你大概不能講歷史 講歷史就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你要如何去破除 為什麼要造成的明星學校 就有明星老師 明星學生 告訴你 心態的不平衡 是造成社會動亂的原因之一 私立學校裡面 有沒有明星學校 一定有 有沒有發生造生困難的 跟造生擠破門的 一定有 你們私立學校的管理辦法 你了解嗎 大體上 大體上了解 有確實在做嗎 確實啦 確實 我說各縣市的問題 我告訴你說 我們招生一般 在這裡回答 不要隨便講 我講的是說 確實有問題 確實有問題 但是你的管理辦法 有沒有確實在推動你的管理辦法 在督促私立學校 我們當然還是要依法行政 但是這個 呀 比如說 私立學校的招生班級人數 我告訴你 私立學校有一套設立的辦法跟規定 你有一套的建築辦法 我相信 你們絕對輸於實行 輸於管理 所以放任私立學校一直做大 護士長 你過去應該也是教育界出來的 今天 國教 會造成這麼大的激情發展 私立學校 它的存在 你們沒有好好的管理 引起一些明星私立學校 再加上我們的教育政策 考試政策 所以會衍生這麼多的教育問題 局長 這方面 找時間好好研究探討 今天我先跟你談到兩個 第一個 你科理的所有業務的問題 你要去獨處 第二個 公私立學校造成明星學校存在 公立學校也有很多 找不到學生 也有擠破頭的 什麼原因 這個是我們應該要去注意的 第三個 你有沒有發現在放學以後 學校的附近 除了交通勇氣以外 學校附近 出現的行業哪一種最多 你知道嗎 局長 補十班吧 補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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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弦補отр 部長 角ед 尘levant 跟家長是不是很大的負擔 家長照顧小孩的財力、時間 小孩子的學習壓力 為什麼會給他們有這一窩蜂的情形 你教育局應該去找出它的原因 你們有沒有去研究 其實台灣這幾十年 不管怎麼改革 其實它還是升學為導向 升學導向 我告訴你 我這裡還是可以扭轉可以改革 你有沒有看到昨天聯合報一個報導 在生活版A6版裡面 是一個哈佛教授 他發表一個文章 這個教授本身小時候是過斷額頑皮 學校沒有辦法教學 18歲還被退學 但是他在美國教育那個體系之下 他最後現在是哈佛大學的教授 他講了一句話 學會比學完重要 然後他的建議是什麼 什麼叫減法教學你知道嗎 減法教學 你不要直覺想到數學的加減成除哦 其實就是減量教學 再更進一步講 他是因財施教 今天 學會比學完重要 以本席過去 因為時間很短啦 我後面還有很多要探討 我沒辦法講了 我乾脆就這一部分 我們把它講完 過去本期在擔任學校教務主任跟代理校長期間 就做了一件事情 在當時也絕對是違反教育行政規定 但是 我有GAS把它做下去 我講給你聽 國中的教育裡面 從國一開始 成績落後的慢慢到二年級三年級就變成晃牛班 學校尤其要求不能能力分班 不能分科教學 必須要一視同仁的現在的所謂一般的教學 那最後造成什麼 三年級學生上課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很大的現象 任客老師 我只求教室裡面 學生能夠安靜 不是安靜哦 平安的度過那五十分鐘 他在課堂上念他的書 講他的數學 講他的英文 底下的學生好一點的 打瞌睡 做其他的事 壞一點的丟紙條跑來跑去 我發現這問題之後 我再一切三的思考 為什麼會這樣 後來我就大膽提出一個 修改方式 我對學生也做過醫院調查 我對三年級的學生 他的英語課 數學課 我跟政科老師講 你就給我上一年級的課 結果他三年級的時候 學一年級的課程 他在學的過程裡面 輕鬆愉快 曾經拿一年級的考試題目 考的都不錯 當畢業之後 有些學生 那些學生很多都是四月有成大老闆 我在機場碰到的時候 他看到我很高興 來叫主任叫老師 然後說你要去哪裡 看我的Botting Pass 不好意思 老師給經濟艙 你看你做第幾排 結果他把我收走 拿的是他商務艙的Botting Pass給我 然後說老師我很感謝你 如果三年級的時候 你不把我們用一年級的英文來教我們 今天我在出國的過程 我在當老闆的過程 沒有辦法看懂一些簡單的英文 舉這個例子 我 好謝謝議員 好謝謝張立傑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 請楊詠昌議員質詢 好 來謝謝 主席 副市長 所有的官員 免得記者 大家好 我來援繫 我們 我們 張老師的 對教育 來檢討一下 我在想 在 2019 我們 東亞青的 不簡單去精出奧會項目 但是 在最近 很多挑戰的先進 對 整個場地 整個2019 真的到了 那時候 到底我們的場地 目前 教育機長 你掌控 到底到什麼程度 我來請教 請教一下 國民運動中心 當然 現在回去 最近在去的時候 很多場地 沒辦法 給我們的選手 穩重 所以這幾年 我相信 有很多 國手 我們的選手 真的沒有所在堂分 都是可難性 不然就要 走到北圍 你知道 那個丹方 不管你的主委 告連 我說好 不管選手 告連都非常非常辛苦 當然 市長 對家 對我們的體育 非常非常重視 當然2019的 東亞青營 一直選擇 有保護 要做好 不但做好 性質還要拿好 但是我請教 我們的忌彈 到底目前 他 到哪一個階段 再來 我們的田徑廠 我想 從 一開始 我們都想說 忌彈還可以 蓋起來 再來 田徑廠 會利用 我們 體大 的一個 田徑廠 但是 最近 有很多很多 田徑的 老手 我們的 教練 教育 教育的人 一直出去外國 還是說 在我們 東南媽在比賽 田徑廠 如果 用 台體的田徑廠 我跟你說 這樣2019 我們的 東亞青營 真的 辦了 會不會好 會受到 不好的一個批評 所以 田徑廠的部分 到底 忌彈跟田徑廠的部分 當然田徑廠裡面 如果外國人來 他的 他的休息室 不管 教練 裁判 不管 我們的選手 所有外國人來 在田徑廠的旁邊 我們都一定要有休息室 或是貴賓 我們一定要有效果 田徑廠 當然附近 我們已經要有 很大片 一個停車場 所以在這裡 針對 忌彈 國民運動中心 以及 田徑廠 到底 你做局長 目前 在2019 到了 最近 你如果不快做決定 我跟你說 絕對不會有 只剪對這兩三個 你先加得多 謝謝 這 比較是我們台中的大事 市長也很重 你知道嗎 軟體方面 我想 楊議員很了解 就是說 総委會已經成立了 準備 現在你說的就是 運動場館的設施 怎麼來配合 這十二項的一個 運動的賽事 我們目前 那 田徑廠 我們還是用 台灣大 台灣體育大學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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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徑廠 因為邊有一個雙十國中 預備練習 停車 各個方面來 巨蛋 建設局 已經在做 PCM的一個 臨選當中了 因為他十四季 第三點就是說 我們為了要速度 而且要經過檢驗標準 人檢查料都可以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 為一個 運動的競技 特別設一個新的場館 而是配合我們正在 新建重的 運動中心 或者是場館 或者已經在規劃的 一個 中心跟場館 大概從這三個角度來跟 楊議員做個回答 我跟你說 現在就是所有的田建界 如果你利用 我們體大 的一個操場 來做板田建的 所有的競技比賽 我跟你說 這樣 絕對我自己保證 絕對去幫忙 我們可以利用 藥賣 湯匆的土地 所以 你一定要交代 交代王爺賓 或是說王爺賓 那些人 在中途這些人 你要去設法 在 當然 台港方面的 那些方向頭 在家賓 北京到後裏 那些人 那中途沒問題 我們用特務 特別去申請田徑廠 交通更好 交禮道卡 對不對 我們所有的田徑廠 可以做標準 那些人可以做的 對不對 你要辦一個2019 非常像樣 一個 一個 國際奧會 一個行動 我們台灣第一次要辦 不簡單拿到 我們真的要 很作詳 很細膩 我們要去做好 所以 我還是建議你 你一定要 扒冷下去 有 提出 提建科 特別王爺賓 這邊 是不是說 針對 我們 藥賓湯匆的土地 那幾百公斤 停車沒問題 田徑廠最好做的 所以 我感覺田徑廠 我去看幾個片 體大的田徑廠 體大跟我們 都 大家 過去的一個競技比賽 活動的比賽 我們 台中市都 跟他接一接幾個百萬 你如果說創地 我跟你說 絕對 會放嗎 所以我還是希望 我們真的要做好 林家隆市長要做好 我常常說 我跟 方生媽說 體育 不要分難力 我們一定要 支持 指定 對 讓我們體育 在台中市 真正版 台灣第一次 澳會 的一個項目 所以我還是建議 田徑廠 我們一定要 來 來 是不是來利用 建議 在野外 湯匙的土地 我們大大片來利用 下去 你可以 叫你的人 設計 給你看看 楊彥彥 謝謝這個建議 台東的用地 我們公司 沒有東西 要去了解一下 有這個建議才好 第二點 我們台東市 最好的行動就是 腳踏車 腳踏車 我們澳龍山的自由車場 破破爛爛 當然 收利 我們長期來 我們全國 我們都最好的 就是腳踏車 腳踏車 當然 我們在幾個年當中 我們都想說 這個腳踏車 來 經歷 讓滑兵 溜兵 來做競技場 我們在鐵山 本來 整個在鐵山 來當 做自由車場 到底 整個搞下去 你現在沒有一個 設定 我在想 2019 絕對 沒辦法做 再答應一下 OK 這 上司 我叫黃處長 來幫你 因為之前用去香港去觀摩 就是要用 很多事情 當然你要保修 在做 但是你沒有出聲 沒有堅持 我跟你說 這搞不定做不定 有啦 用以外這之前你有要交代 有說 我有就隨 叫人去 還有一點 好 這都到時候看 他到底 他的計畫到底是不是 告訴我 因為 我身為一個秘書長 金粹單方 當然 他一直來要求 說這樣做這樣做 要下 整個他的單向的一個運作 比賽 競技 要怎麼走出來 全國 買中最大的 就是台中心 後裏馬場 你知道後裏馬場 不是你教育局管 是觀光局管 後裏馬場的信念場 有在用嗎 沒有在用 所以 台中市的馬術運動 是 是元立委在做 馬術運動的 我們都第一名 我們的中隊最好的 為何我們沒有在家 在那個中隊 來訓練 我們自己的選手 我們自己的賣 為什麼你沒有去觀光局 對嗎 當然這要跟市長說 這一個塊 我們教育局 我們要拿回來 來交給未來 的體育局 現在開始要去結合 我們 中隊最好的 全國最好的 正是本事實到現在都最好的 結果 我們的比賽 最壞 因為那個中隊 沒有在給我們台中市的賣 沒有在給我們台中市的選手用 是不是 把這些 這個部分 買中分的部分 你們記者 可以拿出來 給教育局 給體育主管 這你要去想辦法 當時要給我一個地方 我 我 也想去了解 欸 這頭到外面都不可以去做 我們有中隊 棒 要打烘 對不對 我們要買 要請到百貨去訓練 只請到要請去 我跟你說 這樣就輸了 自己有中隊沒有什麼訓練 要把我們買 拖在百貨去訓練 所以自己有的問題 為什麼不要用 還好說 馬場 這最近你要跟 觀光了解 那個部分 我們要拿回來 我來 我來 我來探討 了解一下 我去探討 那我來就是買中 我也要問專業 這 這有我們體育比賽 這要專業 我們連失業也是一樣 這也要 你跟他做一個 這個中 你不去連失業 你不去拿回來 就反正放在旁邊 他剛才立教來在說的 為什麼家庭學生都想要去台中市堂 不然原來的台中縣外圍堂 有明清學校 不要說他明清學校 只有現在閉起來 有明清也知道 原來的台中縣現在城鄉差跡 既然是台中市 要有三四十年四五十年 外部國中 那又是負賣了 到底 外部國中 是要跟他改建 是說 要做做估計 給他做估計 只要穿一間而已 負賣了就穿一間而已 一個國中去負賣了 對嗎 那 天車 現在 水泥都下來了 天空看的 到底 安全 身為一個教育機長 學生的安全 到底有在中市嗎 現在危險教室 到底怎麼擺 這裡可以 白告外部 國中 他拆掉 來 怎麼擺 我們這 來 邱你好有資料嗎 像這有危險的 我們絕對不會給孩子上課 這是第二 如果要 跟他聽的 我們都要聽 我問你叫外面子 我們來看 你叫外面子 我有機會 那天啊 那天啊都照出來了 負賣了 台中市 這間負賣了 國中 國中 他是不是負賣了 負賣了 國中也有幫我報告 負賣了 去四五十年啊 OK 跟楊彥報告 我們 我們副局長已經 先起規劃的 已經 目前 已經 台中市 講這些 到底 要 去教室 到底 危險教室 有多少間 你目前 準備 幾年的中間 要把這裡都去好 沒有 真的還要幫一間 會死了很多人 楊彥 這都我們 你把主要給我好不好 好 我很高興 這大家都會做的關心 怎麼可以 你來做啊 不是說我們來做特定 林佳龍當著市長 他也是想要改好 學生人 讀書 民生學校 跟普通學校 當然 我們先不管 但是它的安全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對嗎 了解 不能跟我們說重要 不要去做啊 放心啦 你把主要給我 到底 改進的危險 危險教室 到底有多少 我們有基層 有計畫 外部高中 當時要去你 這麼多 資料給我 好 來 沒那麼久 當然時間 沒多久 我投資料 目前 當然 古蹟 文化的古蹟 當然 有幾位做得不錯 真正固執 現在正在進的多少 古建築物 目前有多少 你如果不敢說 你只說古建築物 不能聽的 你老的 還要把 鎮 對嗎 啊 到底 目前在進行的 我們的文化古蹟 做好的 不要說了 正在進行 正在幾位 啊 古建築物 你們列管的 都有多少間 當時 要把這些古建築物做好 例子 大甲火車站 日欄火車站 還有建築物 肯定了 對嗎 這有資料嗎 怎麼沒有 因為我們報告 這個 大家 大家 我們這個宿舍 別說大家 很多人 大家的宿舍 現在 沒開始 進行 我們台中市的古建築 跟目前的文化古蹟 都要進行的 這兩年要進行的 你剛才就沒有議帥 要去政在這裡 對不對 進行的 有我們青水國下 每年 再來 台地區的一會數 一會數 已經今年要發報的 有我們 這個 福祉烤棚 青水文化 政員 和我們 大家文聰事務 台地區 這 一會數 剛才所說的 對 我跟你說 古建築 你們都常說要立案 古建築 不要讓人聽 還有三五年就倒下去了 火車頭後面 台政事務所 台政局在開發的 那個 騰匠的旁邊 那裡也有 你們的古建築 你們也說不要聽 立宿建築 立宿建築 古建築 立宿建築 94位 暗算幾年是要改造 94位那麼多 你同樣留在五年就倒下去了 這 這要一步一步來 我就說 全補工一個時間 來完成 來處理 我剛才 大家讀書館 現在讀書館 都在那裡 看法 台下讀書館 沒有建築 沒有塑造 對嗎 那幾年 那時候 現在我們已經新興建築 沒問題 現在在時間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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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台下讀書館已經瘋起來 他在補照 裡面的工廠設備都在做 我想 董長 你是不是今年年底就完成了 年底以前 今年用的 藝術 來中要跟美女 美女差不多 中百年就可以完成 來中部分 危險嗎 無人 沒有新造 沒有 有 已經新興了 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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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這順 再來 請 袁立敏議員 質詢 謝謝 謝謝我們主席 我們各位 市府議長 官 以及我們議會 好同仁 我們洋棠洋議員 大家晚 大家好 好 我想呢 先請問我們新聞局長 卓局長 哈哈 我知道您是這幾天的爐主喔 呃 局長 是不是請您先說明一下 新聞局的這個執掌內容 好 呃 喂 呃 報告議員 新聞局執掌內容有很多 基本上大概我們主要業務科有三個科試 第一個科是行政科 行政科組長主要是影視產業的發展 以及有限電視的管理 第二個科是行銷科 行銷科是主要是執掌整個市府對外的行銷宣傳 第三個是新聞聯繫科 新聞聯繫科就是執掌新聞發布 以及媒體聯繫 是 謝謝局長 呃請坐下 那麼關於新聞的聯繫 有本席想請問一下 在後面我們記者系總共有多少報 局長您知道嗎 報議員 因為其實齁會來採訪議會 呃包括質詢的 不只是我們後面這排的媒體朋友 在後面的那一間還有一間記者是 人數通常可能二三十人差不多 對 那呃 局長那您知道說有多少媒體在監督我們市政府嗎 整個我們的新聞局有造冊的名單的大概三三百位有吧 三百位三百到四百位 三百到四百位 那總共是幾家媒體呢 呃 數十家 數十家 謝謝 謝謝 那為什麼局長你們只做四 這個 四大報的這個輿情分析呢 你說哪一個部分 就是呃 在這個簡報的部分喔 喔 你說每天早上的輿情分析嗎 對對對 喔議員那個我跟您報告一下齁 早上那個輿情分析是我們內部的資料啦 那我們基本上其實 最主要就是說各局處的訂閱的報紙跟新聞局定的報紙嘛 其實我們是各個媒體都有訂閱 那上午的這個那個 就是四報 針對四報的輿情分析那個是我 我我的決定對 那這四報是哪四報呢 就是聯合忠實自由蘋果 呃我想 最局長我想這個 呃 只做這個四大報這個輿情分析 我會讓人家覺得說 欸那這個我們報紙是不是有分大小報 好像我們的局長有點大小眼看待我們這個市政喔 抱怨其實不是這樣 我簡單說明一下齁 因為每天上午的時間非常的趕 那我們同仁大概是分兩波啦 第一波時間是先把那個四報的趕快整理 然後就先send出來 那另外我們同仁其實也會整理 就是所謂的其他的媒體 您講的其他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最主要是 我們有一些媒體其實是沒有上網嘛 有一些媒體有上網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我們有訂閱 那同仁也會檢視 那有相關的語氣也都會回報給相關單位 是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既然我們的這個報紙有分大小報 那是不是我們的局處也有分大小局呢 那是不是我們的這個市政也有分大市跟小市 那議員是不是也有分這個大小排呢 不知道因為如果依所謂的大局小局的標準 我們新聞局應該是標準的小局啦齁 那局長我請問一下那本席是大排的還是小排的 我對議員的敬重是最高的 所以並沒有分大排小排 是 謝謝 我想就算您回答我是大排 其他議員可能也會不高興 回答我是小排 我會不高興啊 謝謝局長的回答 那我想呢 身為 局長身為這個我們市府的化妝師 我們市府的發言人 那麼應該廣納我們這個各方的意見 以及這個看法 那本席在這邊希望呢 你們能夠這個改善 就是如果未來沒有改善的話 本席也會在這個總諮詢的時候提出來 謝謝局長 謝謝議員 我有簡單再說明一下 就是說 剛才除了那個事報以外 其他的媒體我們也有做內部群組的分析啦 然後有相關語情也都會回報 所以並沒有說有什麼分大報小報的分別 新聞局就是要服務所有的媒體跟議員報告 謝謝 謝謝 謝謝局長 那我再來請教一下 我們教育局 我們顏局長 呃 局長 那個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對於我們這個中錯生的這個 呃 回報是怎麼樣的一個程序呢 主席 主席 謝謝議員 大概這個聯繫三天 是 不管如何聯繫 那麼都沒有到校來 呃 上課 那學生就會通報 呃 教育局教育部 那就 我們就視為中錯生 是 那根據 沒關係局長請坐 呃 根據本席了解 現在只要每天 這個 這個我們中錯這個孩子 他還沒有被列為中錯之前 在每天只要報到一個小時 每三天只要報到一個小時 就不算中錯 不通報 那 讓這個數據可以呈現一個漂亮的數據 但是實際上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在這三天裡面 除了那一個小時 他露面那個一個小時 這些孩子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 也有可能 有可能 去參加所謂的幫派 他有可能去販賣毒品 也有可能比較單純 他是在路上遊蕩 但是如果作為女性的這個孩子們 他會不會遭受到一些比較 呃 不好的一些對待 啊 那麼我想呢 這個 這個青少年的藥物濫用 是最嚴重的 今年到過去這個三五年 是15到16倍之多 甚至還有這個性氾濫 現在 呃 很多這個得到性病的這個男生 哦 以往可能八成以上是這個 呃 稍微有點年紀的男生 但是現在有五成 居然是青少年 我認為這個部分真的是非常的嚴重 啊 還有這個呃 墮胎的部分 墮胎甚至是比產下的這個數據還要高 甚至還有我們這個呃 網路援交的部分 我想呃 我們新政府上任 我們林市長哦 對於我們的這個嬰兒 以及這個長照的這個重視哦 可是對於我們這個少年的這個照顧 似乎是沒有哦 少年在過不久 就是我們的青少年 那青少年是我們為國家未來的動良 我希望說在這個部分哦 對於反讀 以及這個性氾濫的這個宣導哦 其實我們教育局這邊應該要多多來重視 因為現在有很多就我在地方上 其實在跑行程的當中 呃我相信在場 的所有的長官肯定沒有聞過什麼是毒品的味道 肯定沒有人聞過什麼叫做K的味道 但是我在跑行程的當中 其實常常會聞到這個味道 因為有很多這個聚集的這個孩子們哦 你遠遠就可以聞到一股很奇怪很奇怪的味道 剛開始我不曉得這是什麼味道 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這就是所謂的K 這個藥物哦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教育局哦 在對於我們這個 呃 反讀以及這個性氾濫的這個部分 真的一定要好好來宣導 不管是在學校的教育也好 還有對我們家長的這個宣導 都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呃 接下來還有就是我們教育部哦 這個建教生的心法 規定要給建教生基本工資 工作不得超過八個小時 但是雖然這是保障我們建教生的權益 但是卻導致我們這個呃 建教退場哦 然而很多這個選擇我們建教合作的這個孩子 他們都是這個弱勢的少年哦 他可能是經濟弱勢 也有可能是行為弱勢 也有可能是學習弱勢哦 沒有這個建教的機會 他們就沒有選擇半工半讀 但是很奇怪的是就有規定說 未滿16歲這當中就不難工作 那其實本席在這邊建議說 如果這些弱勢的孩子哦 願意繼續就學的話 其實呃希望說 是不是給他們在學費上面的優惠 甚至可以免學費哦 當然這個孩子他必須通過這個呃 這個評鑑說 他是真的是弱勢的孩子 那麼再來就是呃 針對不願意這個讀書 又不能工作的孩子 就是他未滿16歲 但是又沒有這個監護人 是不是可以來利用我們這個呃 廢棄的學校來建立一些賠利中心 進行我們租屋以及理財 以及我們的這個兩性的教育哦 這個職業來的探討 因為在德國他們甚至有這個呃 承認這個學分 那還有講到說因為呃 這個現在有很多的這個呃 呃育幼院這些單位哦 這些社照機構 那這些社照機構呢 他們被規定 因為醫療機法他被規定說 他只能工作八個小時 一天只能工作八個小時 但是呢 卻導致這些被照顧者 這些被安置的這些孩子們 呃他們是一直在不停的轉換 這些照顧者 那導致說他們的這個安全的依附性 哦難以建立 他好不容易才對於這個老師 呃做出一些可能比較 依賴性的動作 或者是把他心裡的一些 比較隱晦的地方 好不容易說出來 或者是說想要跟他坦白 但是卻因為我們照顧者 一直一直轉換哦 所以讓這個孩子他可能 沒有辦法進步 那麼我想呢 呃我後來再了解到說 我們的這個勞資法的 30到32條部分哦 有這個變形工資可以 他們可以工作到12個鐘頭 但是過了12個鐘頭之後呢 他如果超過這個工時 他就變作又是違法了 他得隔12個小時之後 再回來工作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很多 我們育幼院的這個 呃負責人以及老師 其實他們都有向我反映說 在這個部分 當然勞基法規定 有這個特別法 但是對於被照顧者來講哦 他們對於這些照顧的人 他們的依附性是非常的重的 所以我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在這方面呢 呃我們的相關單位 可以再訂定一套 特別的這個法令哦 讓我們這個呃照顧的 這些被照顧者 他有一個呃更好的照顧需求 這邊局長的話 是不是可以考量一下 好確實啊 呃有時候針對這種呃规範 對這樣弱勢孩子 我們應該提供協助 跟輔導的一個平台 跟管道給他們 是就這樣 即便中央的法規 呃規定是這樣 那是不是我們還可以給他一種 呃做從旁的 給他在一些資源的提供 跟輔導跟協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剛才也提到 呃有關於15歲 呃 國中不管是畢業或異業 這個階段告一個段落之後 也不升學 也不就業 事實上我們大概已經 研擬了大概一個多月了 慢慢的有一些具體的方法會出來 就是說如果 如何提供這些孩子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技能學習 讓他的心可以安住 那又有一季之長 那將來呢 又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工作機會 這也正是我們 市政府團隊正在規劃的 那局長那這個專案報告 什麼時候會出來呢 大概目前有些草案 那因為我們還要跟相關的高工高職高農 來做一個合作 所以等到具體成果出來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提供給研議員 來做個指導 是 謝謝 謝謝局長 局長請坐 我再請教一下我們文化局 我們局長 哈哈哈 不好意思 我想 因為針對說我們這個 台東公園我們的這個鳥居 要重新把它修復 其實我覺得 它在這個過去 它是1912年 這個它所做好的 那後來在光復之後 它是等於說被遺棄在一旁 那麼因為在我們2000年的時候 是我們張文英市長主政的 那麼當時呢 他就把它給 就是請人把它給組起來 但是呢 因為怕說 萬一把它給樹立起來 怕被貼上標籤說 清日 或者是說 這個 清黃明化的這個標籤喔 但是我們現在新政府上任 卻要把我們這個鳥居給修復 給樹立起來 不曉得局長 對於這個部分 你個人有什麼樣的看法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研議員 我想 文化是家法 文化是家法 那麼 過去的歷史啊 不管是傷痛 或者是快樂 它都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 都應該要去正視它 所以我想把我們的以前 在台東公園的神社的鳥居 重新樹立起來 跟意識形態是毫無關係的 我想它應該是一個文化參數才對 謝謝局長回答 不過我想其實針對這個部分 它是這個歷史的一部分沒有錯 但是相對的 它也會勾起很多很多 我們這個老人家過去的這個傷痛 我想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文化局這邊 是不是要 應該要好好的再演你一下 因為 畢竟過去這個 被辭民了五十年 那過去有很多老人家 其實不願意再提起這一塊 那如果未來這個 我們的這個鳥居 又再被樹立起來 又勾起它過往那一段 這個痛苦的回憶 或者是當時甚至 我們的漢人 所謂的漢人 我們就是被 當成次等公民一樣的對待 我想這個部分 沒有錯 如果它是歷史 我們應該來尊重 但是 既然它已經在張溫英市長時代 就已經被組合起來 放在一旁 那我覺得 呃 是不是就維持現狀 會比較適當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 我希望說我們花局這邊呢 可以再好好的來 這個研究一下 好 因為它既然是已經 倒在那邊了 我覺得 它反而有一個 另外一種 這個觀點 讓很多 這個反而很多 從國外來的 這個呃 這個這個旅客 看到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這個鳥居 倒臥在一旁 不像一般是樹立起來 反而其實會更吸引很多的 這個觀光客來到這邊 其實真的不需要再特意 好謝謝 好謝謝 顏利敏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是 我們請林榮敬議員質詢 好謝謝主席 我們在座的局處首長 跟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呃 我是不是請教一下 我們教育局長 局長 你應該比較清楚 原住民族的教育法 你對這個部分有沒有 心得或者有所 列穩 呃我 原住民教育法裡面的規定 我 基本的精神跟那個 我都大概都有了解 因為我過去服務的一個地方 地方的有八個原住民鄉 一個 平地原住民鄉 所以總共加起來有九個 局長 很好 恭喜你 你經驗豐富 那我現在請教我們局長 兩年以前 兩年以前 一百零二年開始 本席一直在 期許 我們 教育局 跟 原民會 趕快 緊述的 成立 設置我們 台中市的 原住民的完全中學 前朝 有所規劃 從 籌劃 到 外縣市 去 觀摩取經 然後邀請 學者專家 跟相關的集處 做一個 研議 當然 我們 林市長 上任以後 我們第一次 定期會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我們局長 知不知道 有這回事 設置 台中市的 原住民 完全中學 這個 你說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我 大概知道有在做規劃 有沒有在進行 就你所知道的 進行是這樣的 他 大概有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 在和平國中 希望成立一個 和平的 完全中學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 是不是 就剛才 林立言提出來 就是 我們在台中市成立一個 完全中學 原住民的 完全中學 那 大概 我比較清楚的是 有和平 和平國中 想要把它 如果可以的話 把它 變成一個完全中學 好 局長 我給你提供幾個方向 但是 你做了決定以後 一定要在本次的 定期會 總諮詢以前 把本席所要求的 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 一定要 告知本席 或者我們兩個原住民集的議員 是 你應該很清楚 南部有 蘭嶼中學 外島有 蘭嶼中學 北部 有 南澳中學 正在籌備 已經 即將成立 桃園 但是 我們的原住民集的人口 中部地區 我們台中市 三萬多人 你再加上 臨近的 彰化 南投 苗栗 就超過 五萬多人 所以 本席一再強調 我們不是想要搶這個大餅 而是為了推展 原住民的民主教育 畢竟原住民有他一些特質 是我們一般學校 沒辦法傳授的 必須要在一個 非常 不同的學校 才能 培育他們這一個專場 當然你們的觀念 因為原住民會唱歌 跳舞喝酒 這不見得 他有他 從 他祖先 一直到現在的小孩 他有一種 我們一般老師 沒辦法去理解的一些才華 所以 我們為什麼一直在強調 要設置原住民的完全中學 利益就在這裡 當然你剛才講的 我們可以做研究 和平國中 你就把它當作分班 能在都會區子找一個 因為我們都會的學生 少子化以後 太多的學校減班 你就把一個學校 學生特別少的 你就給他改制 原住民完全中學 或者你一定受一個新的 局長你有沒有這個 破例 這個還是要評估 評估 你是不是還要請教我們林市長要不要支持 我相信 我們局長你是教育家 也是我們台灣最高師範大學的一個出身的一個優秀的一個學子 希望您朝這個方向好好去努力 一定要設置原住民的完全中學 不要讓台中市我們原住民這一個的新生跟期望 因為你們不做 讓他絕望 讓他掉眼淚 那我再繼續地請教我們局長 很感謝我們不要分 藍綠 很感謝台中市政府 對於原住民的教育人才的培育 確實 落實很多方 方向 但是 在這裡 我必須要提醒我們局長 我們現在 台中市已經做到 凡是 具有 考校長 考主任資格的教育人員 我們這裡有獨立招考 就是原住民集的 不占我們一般 地區 民偶 他們獨立做一個 臨選 但是現在我要提的 臨選以後的 這些原住民集的 主任也好 校長也好 尤其是校長 我現在分兩個方向來跟局長討論 第一個是現任的原住民集的校長 第二個 剛剛 剛剛 臨選考上的 是這另外一個 我們今天 不管 原鄉也好 一般地區也好 我們絕對 你們絕對秉持說 公平 透明 就是有任期制 你們現在一任就是四年 是不是 局長 對 一任四年 任期四年 但是我今天要提醒 我們 局長 原住民主法 第二十五條 它特別特別的規定 原住民地區的學校 跟一般地區原住民的重點學校 應該 應該優先的聘任 去有資格 的主任 任期的限制 我恐怕没办法回去 我是不是拜托我们局长 你去 调查 凡是在台中市 我不分什么 主群的原住民 只要他现在担任校长 或主任的 只要他愿意回去 和平地区担任校长 跟主任 你要不要打破 这个任期的限制 优先让他去 因为原住民级的 这种身份 校长也好 老师也好 主任也好 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我心里的障碍 可能因为你是原住民级的校长 我很坦然的校长 我有什么困难 你不是原住民级的 他可能不敢 所以你能不能打破这个任期制 就是现任的校长 你调查以后 只要喜欢到和平的 你就让他去 和平的 非原住民级的校长 局长你应该很清楚 他们也很不想待在那边 因为任期的限制 他们很想 只要两年能走就走 为什么不打破这个任期制 让有意愿的现任的校长 直接把他调到原住民地区 局长你说可还是不可 还是要去研究 跟联系报告 这个也不是研究的问题 这倒是可以建议 因为这任期是说国民教育获得 本习 对 那是国民教育的规定 我问题是说 我现在原住民级的校长 跟原住民地区的学校 因为25条规定的清清楚楚 你应该优先派任 或者禁用这些 原住民身份的校长主任 跟林远报告 他是优 就是说这个学校 原住民级学校 或原住民重点学校 他出缺的时候 局长你不要怕什么 因为在和平的非原住民的校长 你是担心 我打破这个任期制 那以后你是你没有原则 这个不叫做没有原则 而是你为了符合 原住民教育法的 第25条的规定 你非要这样做不可 第二个 就是说新考上的校长 我可能 我很高兴 我是台中市 独立招考 很不容易考上 主任 校长 很可能 我们台中市教育局 可能分派到原住民地区 但是 也是一样的 受到任期制度 我今年考上 我还要受学一年 我明年才能掉 你明年才能派我 但是 你校长的任期 今年已经结束 我还要等五年以后 我才能去 所以这个任期制固然公平 但是你因为特殊的需要 原住民地区非要打破这个任期 你局长一定要考量 你不要一定要说四年一次没办法打破 那个是一般的规定 但是因为它是原住民地区或者原住民重点学校 不得不这么做 所以局长 你听了你要怎么做 我只剑情 教育部 这对国民教育华 这个任期的一个 可能建立他们 能不能考验到这一个 你不要建立教育部啦 您做一个创举 你在做我们已经不是创举了 我跟你讲 新北市 新竹县 苗栗县 屏东 都已经做啊 没有啦 没有啦 这有时候都说听说 据文 但是 我这里有资料啊 我都查过 我自己猜 他们可以 你不要说我不可以 同样的人家会讲 林家隆对原住民不照顾 这个跟市长无关 这是跟中央的法令有关 你一点 我们很希望国民教育法有些弹性 但是 在没有修改之前 我们来朝建议的方向 去打听以后的县市 我刚才念的县市 他们是怎么做 我希望你比照办理 或者你有比他们更好的方式 来照顾这些原乡 或者原住民的重点学校 这个 好不好 我来做建议 我没有为难你 这个是合理的要求 我也很 我也想努力 但是 这个我刚才 不要再努力啦 因为我听两年了 像我们完全中学 听两年 没有下文 所以我期待 新的局长 我们都是师大毕业 你是博士 我是博徒 我们同样教育系 好像副市长也是吧 这个 跟你也报告 就是 刚才一眼讲这几个县市 他还是没办法突破 这个四年的一个限制 我们期待能够开发结果 好 请坐 我再请教我们文化局 旺局长 您台中市一共有几个区 您看很清楚 全市一共有几个区 行政区 跟您的预言报告 有二十九区 二十九区 就您所知道的 没有地方制的 就是把这个行政区的 从早到他们现在 他们的历史渊源 或者人文等等 编撰成为一个地方制 你知道哪一个行政区 没有吗 据我所知呢 我们曾经编过台中市制 跟台中县制 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有和平没有 希望您协助和平区 在经费人力 赶快完成他们的地方制 的这么一个编撰 很可怜 没有 这个地方制是不是 由区公所 这个还是要找专家来撰写 是 好 谢谢 谢谢林中静议员 紧接下来 我们请李荣宏议员咨询 谢谢主席 我们吴议员 我们副市长 以及各局势 势势团队 议员同仑 后面的记者媒体 大家好 我要来请文华雅 我们大安架橋是不是算古迹 有没有 我刚才你在答 大安西桥算不算古迹 就大安西桥啦 他是这个历史建筑 历史建筑 是 有没有保护 现在在做已经 我们已经尾团 尾团这个建筑师和结构计师已经做设计了 没有 结构已经好啊 前朝已经结构已经好了啊 现在在做基督的森杂 对啊森杂是不是在森杂啊 这要保留啊 当然是保留啊 要做吗 要啊 重点有要做还是没有要做 有有有 有啦齁 那他是不是叫按照前朝所规划下来的 有没有 他当然照这个阶构这样在处理啊 没问题 他才知道嘛 是 那个自行车道嘛 自行车道是不是我们已经这个 你腰喝水了 要怎么还用再来讨论好不好 对啊 要尊重庭 对啊 庭庭就我就庭庭啊庭庭 我刚才大安架的欺客啊 对啊 大安架就是我 对啊 你要不要尊重地方的议员啊 当然当然当然 当然当然 我是说尊重庭庭 我就庭庭啊 对啊 好啦要做就好了啦 请问那集机长请做啦 好谢谢 哦 有要做就好了啦 我是怕你没要做啦 今天改朝犯了 他又要按照片啦 啊 我要来请问啦 我们 刚才我们李妍在问教育局局长说有认期 局长有认期四年是不是 我来请问副市長 副市長有认期四年吗 有吗 跟李妍报告 目前 如果我们台中市直辖市的教育局长是政务官 那并没有所谓任期啦 没有啦 那可能刚才叫副市長 你刚才到副市長 你刚才到副市長 你就算了 不是说算了 這沒關係啦 這是說話 有些 請坐啦 我要請問啦 我們市長 我們市長齁 在一郎的白年庆的時候 有在說 我是電視看的啦 有影子不影子 我是沒有去參加啦 有 沒有我不知道啦 那個白年庆齁 有說齁 我們的 國立 國立高足高中 都要把它收回來 有嗎 就對了 謝謝李妍 是要改立啦 改...對啊 改立的啦 改立的啦 改立啊 對嗎 有改嗎 沒有 他是 有這種方向 但是 他那個地方 他不說一句 他不說一段 我是不是 我是電視看一看一看一看 過了啦 他是說齁 要全部 改市立啦 當然 改市立我是贊成啦 因為我們高雄市 每次都早就改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你住屏東嘛 你住屏東 我去走高雄市 因為他是傳統的直轄市 所以他不然就趁立的 比如說 建中巴一路 這都是 對啦 他們以前也是同樣 生隔院家室的 對不對 我們以前是 當生之後 改國立的 對不對 不然以前是生立的 是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 所有的 我們台中市 裡面 台中市 請坐 我們台中市 齁 總共有 棘手 高足 高中 市立的 市立的 國立的 國立的 是十七經 高中 高章 我們自己市立的是 高章 高章 你現在 所謂的 偽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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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的 有補助嗎 市立的 有補助嗎 有些 大部分都還是有 就是說 我們市立一定有補助 市立的一定有補助 國立的 因為跟我們合作 包括市立的跟我們合作 我們有 共同的界階 需要讓上來 到三天 都是 是啦 沒有啦 我們就有補助 沒有啦 就對了 我們運動是要改 改篇 市 我們市立的 我們要補助 你說國立的我們要補助 運動 我想起來 個人 這樣比較不通 這樣比較不通 當然 我們 小孩也不走在台北去討 也不走在屏東去討 對不對 那又要不要補助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另外這是一個 前導性的 價位 對啦 你前導性的 我現在說前導性的 是不是說 我們先改 改篇過的過來 我們要補助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這同時 大家都在合調 四年 沒有啦 合調 現在 市立的 這樣 好啦 現在我們四年 全國 改過嗎 呃 那四年的 既然 是有信心啦 有信心啦 有信心啦齁 但是不可以 沒有啦 四年 全部國立改為 市立啦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是 齁 這個 交通 我們就沒有什麼關係 不然 公路也要收回來啦 對啊 我們要做什麼方便 但是自己就沒有關係 對不對 所以 這齁 我是覺得說 齁 來你請客 我 你 今年 追加儀選 齁 你 追加了 太多 追加了 太多 但是你要補市立的 齁 我是不反對 我是不反對 啊 要補助國立的齁 我就覺得 好像比較不公平 因為齁 我們的孩子 不是只有我們台中市在討 也有找到北冠市去討 所以你說用孩子 用我們台中市的孩子 在國立的討 你要補助國立的 這樣可能比較沒有理想 比較不理想 因為我們的孩子 國立的也有在討論 也有啊 對不對 齁 不然你就說齁 改變一個方式 就是說 小孩子 高職的 齁 在 其他縣市 我們是不是 堵住他 車馬會 或是 補助一個方式來補助 對不對 你說補助我們 補助我們台中市 我是覺得不合理 不合理 要 通通都有 不要 我們就不要 你說都補助 全部補助 我是不反對 好嗎 我是不反對 是不是這樣 你做得到 你也要我答覆這個 這個 這個 好 我 15分年兵就夠了 不是 不對啦 主要是要補助我們 市立的 國中 為主 和國中 也有喔 對啦 你如果補助我們市立的 我是不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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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 所以 所以 我們說 我們台中市的 我們台中市的 孩子 來台灣市立的 一中的 一中 還是說 我們 說起來 我們台中市也有很多 那不然 市立的 好好多很多 是不是這樣 好 你請坐 謝謝 好 再來我來 請問我們新聞局 新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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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們那個 桌子棒球場 我是跟我們 在網路請求一個 你有發一個 簡訊 有一個 給教育局 體育處 要求有關 桌子棒球場 不得 堂子 對外 發贏 我看你這樣 新聞局 好像 你看那個 像年輕人 那樣 你的職權 有那麼大嗎 齁 你請坐 我不會跟你說話 我孫子 我怎麼跟你同名 我怎麼做貫庭 不同事 但是 我們台中都說 不要爬得太高 太高 會跌倒 他說 如果叫我來備館 他說 小心 你不要爬得太高 太高會跌倒 所以 我是覺得 看來這個 欸 教育局 他說 他來講兩句 覺得 有喔 我就有講兩句了 對不對 你來發這個 證書 要做什麼 我是覺得 你去八歲 小朋友 剛才 我記得議員 叫過小朋友 是不是 小朋友 有時候 我們要尊重 這我是跟你說 對不對 當然 你們 事務要怎麼做 那是你的事 我是跟你 跟你 講起來 我是你的長輩 我跟你談一下 有時候 不要發這個 簡訊 對不對 你自己看作 國長 對不對 看作體育室的處長 體育室的處長 體育室的處長 比你更多 你也要尊重 是不是 這樣 到國長 用都 做你的事 都也會過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 你 我在看法 當然 是旁邊各長 八關八大 對不對 但是 你太年輕了 小朋友 太年輕了 英東 大家要互相尊重 不可以去發 這樣 對教育室的 體育室 好像很不尊重 對不對 好啦 讓你說一下 但是不可以說太久 三十秒 報告議員 第一個我還是不是小朋友 我是政務官 我是新聞局長 跟您報告 因為我在這裡背詢 我就是政務官 跟年紀無關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 有關於就是橫向聯繫 其實我跟教育局長都非常保持密的聯繫 之前的市府團隊有個問題 就是我們常常各局處 會有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意見 反而讓市民的資訊是矛盾的 所以我們上任之後 其實常常局處之間會 統合溝通之後 決定由誰來發言 週記棒球場這個例子 就是我跟嚴局長 非常密切的溝通之後 決定由我來發言 這個是市府有協調過的 就是一個發言機制 謝謝議員 您怎麼用來溝通 我都不知道 但是你電訊就這樣打 對啊 你電訊這樣打 我怎麼感覺就不一樣了 是不是這樣 啊 來你請問一下 沒有要跟你說 等一下再說 這樣是 週記棒球場 我們已經進度 已經 退了多少 現在幾% 他的進度幾% 完成幾% 來你講一下 好 那個據我跟教育局 跟體育處了解的資料 是大概20% 進度大概是20% 20% 我們當時要完成 合約是6月10號 哪一個 合約是到6月10號 今年的6月10號 是的 要來付嗎 最來不及 對 要付嗎 這個尊重教育局跟體育處 現在就尊重教育局 是的 來國長來 我是說齁 你可以割定的 可以割定的 我是說希望你割定啦 那局長 比較輕鬆啦 到局長比較輕鬆啦 我們 我們 這位局長齁 我們做這個 幫個好場齁齁 剛才 已經落後了 那麼多了 我們那個 工廳的進度 那幾% 那6月 這樣會完成嗎 我看這樣是不太可能啦 我們有專案小組 已經在 就這個 過去定的7月內了 我們 要檢討啦 然後 這個 最後的結論 我們一定有一個 一個結論出來 不是啦 你要扶不扶啊 不過 剛才新聞局確實是 我們有密密聯繫之後 不是啦 你現在就是說 你有違約對不對 有違約 我們是不是要反 是不是要 有一個 你不能說 等下6月 要來 進度已經是 20%啦 還有80% 對不對 過多月 做得起來 因為都是做不起來 齁 跟李彥報告齁 因為那些都有簽約 對啦 我知道啦 我有簽約 怎麼可能說沒有簽約 叫拚叫驚嘛 所以我看 出銷啦 但是我不能做定論 因為這要 這要 這要涉及到法律的問題 齁 還有企業問題 啊 我們的討論 我們可以 就這個 對啦 唯一余 唯一余 已經是 80%不可能 嘛 就完哪有可能去 沒辦法 完工嘛 是不是這樣 齁 所以你沒辦法 完工 唯一余 我們也要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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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做 你沒有那麼多進度 你說 六月底 這樣 這樣有可能嗎 對不對 你現在是 白日有感耶 百日已經是過去了 對不對 百日已經過去了 所以你現在 你覺得 百日過 有感 百日過去就不敢了 不會不會 這事情 每天都要做事情 對啦 我們知道 你有做事情 對不對 好謝謝李總航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 我們請賴順仁議員質詢 謝謝 主席 各位首長 還有在場各位議員同仁 還有我們媒體的同仁 大家午安 今天 由 本席來做 業務質詢 首先 我覺得 我們新的事務團隊 應該是有 新的朝氣 而且 新的事務團隊 的首長 每個人應該都 身懷絕技才對 可是 我想 應該很多人對 我們首長的 這個 這個背景 不是很了解 學經歷 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想 麻煩 我們的首長 先做一下自我介紹 我們先從副市長開始 好不好 簡短的自我介紹就好 學經歷 主席 謝謝賴議員 還有各位議員 我是 潘文忠 我自己本身是以教育 跟文化這方面的 學經歷 過去在服務的工作崗位上 也大概都是以教育 為主要的工作領域 也在過去 在未改之前的台北縣 還有在教育部 也服務過 我想有機會 到台中市來服務 我也覺得很榮幸 也覺得台中是一個非常熱情的城市 謝謝 看起來背景深厚 謝謝 然後請我們教育局長 謝謝議員 我擔任過四所大學的副教授教授 我在95年的時候 借調到屏東縣政府 來從事地方教育行政工作 那現在到台中市來 一樣是延續我地方教育行政工作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學者型的 我已經是一個學校的副教授 教授 我已經升到教授 教授 升到教授 學者型的 那你來這裡 不過還好 你有在台中縣服務過 知道這個議會的 議會政府 還有市政府的生態 那期許你好好的發揮 謝謝 謝謝議員 那接下來我們 文化局這位 我們陸韓秀 謝謝主席 我叫王智成 長期在媒體工作 在中國日報十年 在台灣日報十年 然後呢 在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服務過三年 就是這個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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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這個 背景素養 都很有文化人的味道 不過我看你在應付議員質詢的時候還蠻從容的 因為你在高雄市政府已經有經歷過了 所以難怪啦 我覺得你還蠻從容的 要不然一般的文化人是很難接受這種 這種 這種議會文化的 來 新聞局 報告議員 我叫卓冠廷 畢業自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那我服務過兩間媒體 分別是天下雜誌及自由時報 那也曾經在立法院當過國會助理 以上是我的經歷 謝謝議員 好 謝謝 那應該是專業的本科 非常專業 不過 剛剛有 無論是之前 或剛剛 對幾位議員說 您太年輕了 叫你小朋友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 你不用太在意 因為 當然這些議員 有的比你多了 十幾二十歲 甚至三十歲的 都很多 所以說 遇到這些的話 你只要把你的專業 發為好就好了 其實不用太介意 也不用太緊張 因為其實我第一次當議員的時候也是二十八歲 跟你是同一年的 所以那時候我也是很緊張 不過因為 如果太緊張 太強調 自己不是二十八歲的話 那你反而會讓人家覺得你是 有點心虛 如果你專業夠的話 無論是幾歲 我相信你的發揮都會比其他的還要好 所以這點 你用你的 這個 成績 用你的專業 來表現給大家看 好 謝謝 好 那今天 今天 我在這裡 我想 大家都知道 林教堂市長在選舉的時候 他真的是 非常用心 還去準備寫了一本 這個叫城市行動派 當然 我在這個 我在書店看到以後 我就 把它買了一本 回來拜讀 在拜讀的期間 我才發現說 哇 這也是這麼厚 隆重 差不多三百歲 三百歲 其實跟教育的著墨 不多 只有十歲 只有十歲 兩歲 算了 教育 還有談到一點體育的話 才十歲 那代表 是不是會不會代表 他對我們的教育 不重視呢 三百 三百歲 只佔了十歲 會不會代表他對我們教育不重視呢 所以說 我們要用數據來檢驗嘛 所以用數據來檢驗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我們台中市的教育支出 在我們一百零四年 六多的教育支出裡面 台北市啊 我們先不要講這個數字 我們講它的百分比 台北市 教育支出佔34% 新北市佔27% 桃園市佔31% 台中市佔27% 台南市佔32% 高雄市佔33% 所以說 如果從這個百分比來看的話 我們跟新北市是 敬陪莫座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 我們跟新北市是並列第一 倒數第一 可因為新北市的預算規模比較大 雖然它賺27%而已 但是它有437億 我們台中市只有326億 這是很遺憾的 這是很遺憾的 在一個市長 學歷這麼高 在美國這麼好的大學 來畢業 我相信它很 它應該有任何願望 希望把每一個台中市的小朋友 都造成未來的林佳龍 未來的這個世界的 能夠在世界發光發亮的人才 可是我們對教育的關注與局投入 這麼少 真的能夠 真的能夠幫助我們的 幫助我們的 這個下一代 來達成這個任務嗎 尤其是 如果我們來跟台北市比 我們來跟台北市比 台北市每一個學生分配的 分配的教育經費有八萬八千 大約八萬八千左右 我們台中市分配八萬八千左右 台北市的學生可以分配到 十六萬八千左右的教育資源 這樣的落差 一倍的落差 台北市學生有 我們跟台北市學生有一倍的落差 那我們要怎麼能夠 競爭得過台北市呢 我們都一直 台中市的市民 一直想要超高趕北 超越高雄 趕上台北 可是眼看著這個一倍的落差 這要趕多久啊 台中市這樣的一個 好的城市 這樣一個優秀的城市 居然 我們只有台北市二分之一的教育經費 我們要花多少年趕上來 這一點 我覺得啦 局長 我們應該深刻的檢討 尤其 我們教育局的局長 還有我們教育局的這個 主管教育局的市長 我們 身兼 身兼 然後 我們台中市 培養台中市下一代 讓他們在十年後 二十年後 成為社會的中間分子 我們這一代 沒有投資 那他們要怎麼發光發熱 他們要怎麼出人頭地 這個責任都是在我們這一代 就要把這件事情辦好 所以局長 說真的 你要如何去把我們 教育局的餅做大 讓他 可以 讓我們下一代 更有 這個競爭力 所以 我們在這裡 只看到的就是 在我們的數據上 我們只看到 在一百零零四年 我們台中市的 教育的 這個 經費 敬培莫作 所以這個要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有相關的數據 這裡有相關的數據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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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539億 新北市 439億 南市 台灣市 台北市 港市 市 災略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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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五都裡面 的經費 佔了最低 而且不到30% 那我在這裡請教我們局長 我今年看到的 我們的最佳預算 大部分都是在 補助我們的 比較大的支出都是營養午餐 還有 這個 這個我們的 這個一條龍的 這個脫幼計畫 我們做一個輔助性的 輔助性的機構 可是都沒有看到實質 落實到 無論是在資本門或經常門 都沒有看到實質落實到我們的教育上面 那局長你對這個部分 你覺得 有什麼方式可以加強 是不是請你說明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也很用心在做功課 不過因為我們的 教育預算 跟別的 其他五都不一樣 是我們把退休虎系的錢 是不包含在這個 一年四百 將近四百億的一個 教育經費的預算上 如果把它加進去的話 哇我們就名字就衝上去囉 前三名了 雖然不能拿冠軍 最起碼拿個第三名沒有問題 所以也讓議員做個了解 至於今年這樣的一個追加 一樣的 大概是都符合 市長追求一個教育的政策的理念 就是一切辦教育都是為小孩而設想 不管是學遣教育到高中高職的孩子 只要我們市政府團隊跟我們的市民 能夠我們公部門能夠 這個管轄的督導協助的 我們都成為我們這一次追加演預算當中的 主要的核心的一個對象 好謝謝謝謝 因為快沒有時間了齁 改天再讓你好好的再敘述一下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的林教授市長在公司立小學的校長會議裡面 有提出一個五年五十億的教育經費計畫 五年五十億啊齁 所以他是這樣的一個政策宣示的話 根據預算法第八條 他是要做一個 他是可以取下這樣的一個承諾的 可是他要這個分年編列啊 他要報計畫出來以後分年編列 那這種五年五十億的政策 他是 計畫他是連續性的嗎 他是一個計畫性的政策嗎 還是呢 他是一年編 一編十億 然後一個年度就把它結束掉 好這是第一個 等一下請局長回答問題 第二個 哪時候要開始編列 哪時候要開始編列 今年的我們的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還沒有看到這個五年五十億的任何計畫或預算 第二個問題就是哪時候要開始編譯 所以說請局長先回答一下 謝謝 好 簡短一下 謝謝大家也有的關係 這個五年五十億的目的 其實是主要是 大概要從 今年編明年的 所以要編到明年去 那今年我們有先有個五千萬的前置計畫 就是 市長看到了 十二壘國教是一個契機 但是我們的從中央到地方 好像還沒有到位 我們只在乎入學制度 但是對國中端的教育課程 教學 私信輔導 或多元性向發展 生涯發展 沒有去碰觸 或碰觸很少 高中高職端也一樣 那如果把整個的國力改成勢力 然後所有的高中高職呢 也能夠把他的課程跟教學活化 也是要用這個機會 另外呢 我們的孩子將來 能力導向可能會比學力導向更重要 換句話說 產學信用 這個連結 跟地方的經濟 跟孩子的一技之長 跟他的生涯發展 還有他在學校所學的課程 應該朝著 就是 有些對某些孩子應該是一畢業就可以就業 對 或者他就業的時候 他有計劃可以銜接到大專院校 這些都是在我們這個計劃的 呃 的一個規劃 那實踐 要去做的一個範圍之內 謝謝謝謝 因為實踐的問題 謝謝局長 那 如果您真的有這個計劃 先來做這個先做規劃 那預算會編在明年 對 作為開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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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議員 謝謝 好謝謝賴順人議員 接下來 是 賴曹果議員 跟 楊正仲議員 聯合質詢 時間15分鐘 好 大會主席 管理的模式 是 是 由我們理辦公廠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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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們管理 看你們管理後如何 來 我們的控制室 你幫我放一下 再來 第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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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第三張 來 第四張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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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師 要有修容者 去那運動 或是去那鐵頭的人 或是去那散步的人 來幫我們稱讚 來幫我們學路 結果是 去洋媒 到 要出塞 離庁 把我們 聽到廚房 反應幾次 甚至我學部廚 我把我們聽到廚房 反應幾次 都跟他回答說 他會派人去擠查 會派人去看 結果 問題是要這樣 去那不少 本座也不及 但是 如果以合約 本座簽結後 要隨馬上 親祖 不可以結到那裡 剛才你看那一張 本座也結到那裡 沒隨 親祖 跟反應幾次 體育處 都沒有下文 教長 你替來解釋 賴醫院 這邊 這裡 抱歉 這裡就欠 這個提出 要求廠商 這個要 嚴格要求廠商 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就 已經給他 他就要付借這件 抱歉 對賴醫院 我們雖然六十幾萬而已 沒有錢 但是 我們沒有達到那種效果 哪一 我們跟他爬的客戶 親節 老父採購 收民廠商 因應每日 降死填寫工作日記 工作事項 工作人員 人事 時事 議場狀況 因應對策等 每週 要拍攝執行現況 我請問教長 我們沒有一個機制 保養 可以造假嗎 有可能嗎 這就是我們還要加強 我也知道 有時候人力也不是很足 但是 這 要改進 要改進 不是要改進而已 我請問你 可以造假嗎 我們沒有去操作 沒有去 檢驗 因為 只要 每個月 不來 我們才有機會 要清醒 有一個管理機制 我們所有人 都有 那些爬生 那些鄉親 在那裡 有道理 我們換保養 就是要把這個公園管理 比較漂亮 比較清潔 讓我們這裡 使用的人 來這裡 運動的人 感到我們這個公園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很好的 運動地方 結果不是 現在 整個 人家在那裡 運動的人都沒有了 不然就去里長 去投訴 不然就走歪 現在連里長跟區長 連家走去那裡 公園都不敢 怎麼 這樣說不就你 我們法保這個 有意思 公園 我們開錢 請人做 都去弄嗎 公園你覺得 要怎麼改善 你看看 有什麼方式改善 現在我們獨島 這變成 我們焦點跟重點 獨島的一個地方 要這樣 因為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之下 總要有優先順序 跟輕重緩急 那像這個是 要排在焦點跟重點的一個獨島 這個提出 這個不能馬虎 這個提出 我告訴你 他 我們體育處處長有說 可以把他處罰 可以把他扣錢 請問你 到現在有把他扣到錢嗎 有把他處罰嗎 這不是 現在我現在 反應有很多 對嗎 對嗎 當地議長 我們法務處 都反應幾次 有處理嗎 沒有處理 如果是不會說的 不會反應的 處長 來 來跟議員做個報告 你回答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賴議員 很關心我們 壇子運動公園的一個 清潔的工作 這個案子是公開招標 原本以前是由那個 區公所在幫忙管理的時候 是禮辦公司這邊在處理 不過因為 後來整個改制之後 我們這邊 區公所這邊 是希望由我們提出 自己來處理 所以我們是用公開招標 用最低標的方式 這個整個標案 今年一整年 是64萬左右而已 我有接到我們劉主任 這邊大概有兩次三次 有電話跟我們反應 我只要一接到電話 是有請同仁馬上 就到現場去 可能就是去現場 在稽查的時候 那個頻率 或者是一些 就是去的時間點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恰當 沒有看到他們的一些 工作的情況 這部分我們會來 再來加強督導改善 按照合約來執行 我們合約下 目前我們 就我所知道的 還沒有對廠商有開罰的動作 這部分我們會來處理 謝謝 這樣就有道理 謝謝 這樣就有道理 請說 請說 政府 做做的 就可以 可以跟我們市政府清款 尤其我們的操作資資 沒有一個制度 他們就補來 你就政府給他 就付款 他 有做不做沒關係 對嗎 對嗎 他的每日組織可以做一下 鄉民來可以做一下 做他先去做就好了 他如果不 不真實填寫 我們哪有什麼機制 出發 局長這太多了 好 好 這是對我們地方 比較好 如果要放下去 這樣 真的會被控制 是 是 好啦局長 我再問你一項 我們探主區 我們 大頭的家 有四例 老闆你 跟福利 跟他們 老闆你 四例 以前縣市合併 進行 因為官司的問題 所有他們的社區 都要特地 彈指國中 跟彈秀國中 因為縣市合併 到現在已經第五年了 我們四區 要去彈指彈秀 特色 要像15分至20分 北新國中 都在崇祖路的邊 都在我們四區的邊 如果要去那裡打車 可能三分之五分之就夠了 很多家長在反應 最愛給他們 捨盡求援 他們現在學編了 縣市合併 都是在教學 對不對 像以前 原市合併 的時候 所以我希望 因為 他們家長 反應說 北新國中 對他們更近 更方便 更方便 走到 一二十分之 更方便 更方便 我 請問教長 可以 讓他們 自由 學期的選擇嗎 有得到嗎 這個 可能要開 學調會 我 這個 問一下科長 之前有沒有提出這樣的需求 因為他才剛上任 大概兩個禮拜而已 周教克有沒有這張紀錄 好啦 教長 我跟你說 因為他們家長 希望這樣 希望讓他們 自由學期 因為他們比較近 北新國中 離他們比較近 他們 希望去哪裡讀 不要強迫他們 一定要去談紙 還是去談秀 對不對 讓他們 自由選擇 可以去北新讀 這樣讓家長 比較方便 也比較好 好不好 這樣好嗎 這來 合調一下 好啦 你現在合調一下 我幫我的時間 幫我們 熟悉長 楊正宗 楊議員 好 謝謝 我想 魔鬼藏在 細節裡 我們 新聞局 新聞局 選擇性的 橫向聯繫 選擇性的 統一發言 不是你的業務啊 那有 市政府有很多 你為什麼不做 選擇性 局長 昨天 我就在聽你 聽你講的 我覺得 教育局 在這一段 三天裡面 講的話 講的都是空話 都是好笑 國立高中 改例 國立高中改例 要多少錢 你知不知道 最少六十億 錢從哪裡來 錢從哪裡來 六十億 另外 我們這個 營養午餐 五元的 非留存基金 你昨天講 去年花了十三億 裡面是安心餐卷 貧困兒童 以及這個學校的修善 你今天 這一個 全面的補助五元 你的會計科目 有不有 一億多的經費 就超之並決算 就這樣子處理嗎 可以嗎 也不要接受 議會的監督 也不要接受議會監督 局長 以後教育的預算 你就拿回去 我們都不要審 你就拿回去就好了 你高興怎麼花 就怎麼花 可不可以 好不好 好不好 議員 這個基金的使用是合法的 好 合法 合情嗎 合理嗎 合什麼法 會計科目都沒有 前一次的會計 怎麼使用今年的 動用一毛錢 都是一樣的程序 去年的使用 平衛兒童 安心餐卷 那你請問 這個會計科目是一樣的嗎 絕對不一樣嘛 你是全面性的補助 那個是有條件的補助 絕對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會計科目都不一樣 但是使用的程序 該怎麼應用 所以說 合法 合法 合程序 今天不是合程序的問題 還有一個監督的問題 你們要花一兩億 都不要送議會 都不要接受監督 到底五塊錢補助給誰 農民受益多少 學童受益多少 你們都沒有 你那天還跟我講 你那天還跟我講說 補助給學校 不要去招標嗎 這一些都是 我都搞不清楚你們 我當然一定要招標 你那天跟我怎麼講的 沒有錯啊 你那天跟我怎麼講的 你那天跟我怎麼講的 啊 局長 講完就不知道了 你不知道我很清楚啊 你不知道我很清楚啊 當然學校要照片 我昨天 超知並決算 我覺得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機制 這一條回到本預算嘛 超知並決算 我們會給你訂 超過五十萬的 不得超過五十萬 我會來給你訂 另外昨天我也問到你 這一個 提前開工的 發環 誰要出 你們告訴我 是學校要出 學校誰要出 學校誰要出 局長 學校學校誰要出 昨天秋武局長也跟您報告 就說他違背的規定才需要開滑嘛 那都沒有 學校都沒有違背規定 那你們就是關關相戶喔 如果有違背才需要開滑嘛 那你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違背規定 那我們就要去查 叫鄭公司去查喔 他有一個建築法上的規定 你們今天都沒有違背規定嗎 建築法規定 都沒有違背規定嗎 補兆 學校補兆完之後 你們有沒有先行動工 學校都有聖儀基金 聖儀基金 好 會計 預算可不可以拿來做法 跟議員報告 如果是違規一般的 違反一般的規定的話 不能有預算的 是 如果因為有過失的話不行 如果有過失就不可以 那你意思講是說 你有過失 遺痠可以拿來想法嗎 如果你有過失 沒過失 你講什麼 對 所以如果有過失的話 這是 好 好 演演 他方說 認職 好 謝謝 娘也 跟賴怡遠的指詢 最後一個 張宏臉一演他提書面質詢 今天我們二十個議員對於教育文化 還有新聞的業務都很關心 那也要提醒我們的官員 對每一位議員的質詢甚至於一些責難 有則改之 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 我看來今天大家臉上都很有笑容 大家繼續努力 三位 謝謝